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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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朱 我问你是不是朱 我问你是不是朱 香东王 陛下为你自明朱啊 还不赶快领旨谢恩 谢恩啊 谢恩啊 谢恩 陛下 乖了啊 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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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这可是你的亲叔叔啊 你不能这么做 怎么啊 十二叔 不是 你不是羡慕 我给他自明 没有给你自明吧 你想叫什么 好凶啊你 还有杀气嘛 那我教你杀王怎么样 好不好 十三叔 你怎么贼没赎演呐 那我叫你贼王 我叫你贼王怎么样 我叫你贼王怎么样 陛下 你父亲驾风的时候千叮万种 让我们好好辅佐你 可你怎么能听戏奸命之言 戏耍自己的亲叔叔呢 你这是大逆不道 陛下 陛下饶恕我们吧 求求您陛下 来 把更好玩的东西拿过来 公主 请 你快吃啊 主 公主 我去跟皇上禀报 他们只杀了你 下叫你吃你敢不吃 快吃 吃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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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陛下 陛下 闪开 陛下 公主来了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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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那么久没来看我呀 你是不是讨厌我了 怎么会呢 我先是落水 我又是受伤 休养几日 这两日才稍微好一些 怎么会 我要杀了那些医官 他们明说你已经好了 不不不 不能怪他们 是我自己身子太虚弱 需要多调理几日才行 阿慈 你脸色好苍白啊 你一定要多吃点补品才对 我一会儿就让华怨儿 把保护里面最好的补品 给你拿过去 多谢陛下 不过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阿慈 给你看个好玩的 来 之王 吃了给阿慈看 吃啊 不吃是吧 我今天让大家都吃你的肉 吃不吃 法师 不要 你也要烦我 阿慈 你也要烦我 法师 阿慈当然不是反对你啊 只是 猪不该今天死 为什么 等到法师生辰的时候 再把这猪给杀了 取他的肝肺给法师庆祝 好不好 好 阿子说得对呀 这头猪现在还不听话 应该再养几天 来人 拖下去 杖则三食 养肥了你我再吃 都没听到陛下说的吗 走 赶紧收拾了 你扫兴 阿慈 阿慈 你以后一定要经常来看我 你不在的时候 我总是很烦躁 想杀人 阿慈 你今天身上的味道 怎么和以前不一样啊 今天出门 恰好沐浴了一番 用了新的香料 所以不太一样 阿慈身上总是香喷喷的 每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只要一看到阿慈 我就好了 是这样啊 阿慈 我头疼 你帮我揉一下好不好 你揉一下我就好了 香港姆 公主 今日之行 一切可还顺利 我见亲弟弟 怎么会不顺利 是我师爷 是我师爷 看皇上對公主的賞賜 一定恩寵如往昔啊 這味道這麼好聞 似有寧心靜氣的功效 不對 這香味好像很熟悉啊 好 公主請 公主 去把前些日子 我讓你撤去的香爐取回來 快去啊 是 那我馬上去辦 brought她的音樂 把這些錢給人家 抽取 把這些錢給人家 打開 把這些錢給人家 刀手 刀手 從而來 呢 刀手 原来 真的和香囊是一样的味道 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本 是巧合 还是刻意安排 又兰 公主 立刻替我准备沐浴 是 阿子身上总是香喷喷的 每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一看到阿子我就好了 你说 说 说 怎么了 想杀谁啊 阿子 我想杀人 想杀谁啊 阿子 阿子 你不知道 这个人好讨厌 每次上个的时候都说我什么 心为不减宠心间恶的 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了 阿子 你今天怎么来了 你是不是缺什么呀 你跟我说 我都给你 什么都不需要 法师 来 就是好久没有看见你了 想过来看看 法师 要不你就放过他 阿子 你以前从来没搞过这些的 你以前从来没搞过这些的 把刀都抬起来 婶婶之仰望很是不错 又会吹笛子 阿子 你是不是喜欢他 早说嘛 改日 我让他去阿子的宫书府里面 陪试阿子便是 好 法师 法师 你今日见到阿子 觉得心情平静吗 阿子的味道 和以前一样香喷喷的 真好闻 阿子对法师最好了 法师最喜欢阿子了 阿子 快看天使来了 天呐 不管它多少盒 天使的风采依旧那么多目 可惜他都不看我们一眼 否则的话 你可别持心妄想了 多少女郎爱慕着天使 他都不曾青睐 算了 算了 别看了 快走吧 公主殿下 太使令天如镜 乃是云锦山一脉的传人 先术很是了得 如果公主冲撞了什么晦气 可以请天使啊前去驱邪 此番天使呢 正是为宫里闹鬼的屋子驱邪呢 原来是个神棍啊 您可不能胡说啊 天使大人占卜说灵验着呢 他说三更下雨 绝不会拖到五更的 那不成神仙了吗 就是神仙 人间的神仙哪 那既然是神仙的话 为什么这世上 还有受苦的百姓呢 这 公主 做得怎么样 我刚刚接手 只能勉励二维 不过 这些日子以来 府内事物庞杂 荣旨却能管理得井井有条 足以见得此人的厉害 压力大了 还原 荣旨能够将庞杂的事物 处理得很好 的确非常厉害 但是我认为 真正厉害的管理手段 应当是有管事 和没管事一个样 这是何意 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矩 所有人按照规矩办事 等荣旨不在的时候 自然有别人顶上 所有人不会因此乱了阵脚 荣旨这么聪明 不会连这一点道理都不懂吧 你是说 她故意这么做 她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要所有人觉得 这个公主府里 没有她荣旨就赚不了了 所以我要你告诉她 没有荣旨 你还原 一样可以做得很好 你不用灰心丧气的 我又没有叫你现在和荣旨对上 我只是希望你能知道 你拥有足够的实力 只是缺乏时间的机会罢了 我想 就算荣旨再有本事 也没有你当日在诗会上 流水成诗的才能吧 这些日子以来 接手多少了 大半 那股钱粮 已经全部交在我的手上了 人事安排也一样 日常防卫 还是由岳统领负责 荣旨 几乎放下了所有的事物 几乎 香料 药材 上药丝 唯独这三样 荣旨说 谁都不可以碰 她不会交给任何人 药材和上药丝 她大概是想 一手安排治疗花醋的伤势吧 至于香料 一边交给她好了 你呢 先关联好手头上的事物 等时机成熟 我有事情交给你办 好了 你先去吧 你怀疑荣旨的香料有问题 你过来 我跟你说啊 刘子叶似乎有某种暗籍 才会时不时头疼欲裂 然后情绪暴力 动辄杀人 但是荣旨给我送来的香囊 对 就是这个 它散发出来的香气 能够立刻让刘子叶平静下来 后来我仔细想了想 这香气 竟然和我屋内香炉的味道 一模一样 我刚入府的时候 日日熏香气闷 就叫人把它撤了 所以久而久之 我身上的香味就淡了 所以一听说我要入宫 荣旨立刻派人给我送了香囊 说明她很清楚 山阴公主刘楚御 就是依靠这种香气 得到皇上格外地信任 这太匪夷所思了 你确定吗 你先听我说完 香囊的味道毕竟有限 比人人身上沾染的香气 要淡了许多 所以刘子叶 才会察觉出异样 为了验证两者关联 我特意用香粉沐浴后 再进宫 测验的结果 证实了我的猜测 山阴公主 就是靠这种香气 让皇上情绪缓和的 如果你的推测是对的 那山阴公主 为什么不直接把香料 给皇上呢 是啊 这样她也就不用 频频入宫了 或者说 她故意这么做的 不会吧 怎么不会 只有这样 她才能成为皇上 最爱的阿子 才能享有全天下 独一份的尊崇 公主 月蝎妃求见 进来 公主 出事了 拜见公主 怎么回事 公主 她又喝醉了 这人就爱戒酒装疯 你可千万别靠近她 欢郎君 赶紧回去吧 不要再闹事了 你这过河拆桥的女人 你怎么可以对容只这样 公主 哈哈 拆桥 花措好酒 然而 她好酒却无量 饮必醉 醉必拖 啊 啊 华拓 你每次喝醉就戒酒装疯 用剑扒我的衣服 你够了吗 又搭进来了 木香 你去 是 死 schlimm 无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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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岳姐妃 你脱了衣服在我面前干吗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靠近我三丈之内 否则 我的剑对你不客气 你酒醒了是吧 我的衣服就是被你给划开的 胡说八道 住口 不管谁对谁错 再闹事的话三天不给饭吃 我脱谁的衣服也不喜欢脱你的 瞧瞧你的样子这么丑 你看你这个高颧骨 刻薄嘴 简直就是个泼妇 你这个短命相 一出门被牛车撞 您在车轮上下不来 不用 我这只是小伤 我记得 你叫粉黛 对吧 是 慕郎君 你是说皇上送来的官员又被公主放了 是的 这件事我们要过问吗 放任 现在不比以前 公主在栽培还原 我们作弊官旺就好 可是 这些年公主府都是您打理的 这终究是属于公主的 可是这不公平 我教你许久 怎么还是沉不住气 我知道你为我忧心 但这大可不必 等花错的伤养好了 我便把手头上的事情 都交给还原 也落得一身轻松 放手 说明我不在乎 那您在乎什么 这是怎么了 一点小伤 这可不像你的东西 公主 你怎么不多带几个护卫 上次遇刺的事情 还没有查清楚 我实在有点不放心 怎么 对自己剑法不够自信 觉得保护不了我了 当然不是 可是 您到底要去哪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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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不错 是啊 是不错 郎君可真是好眼光 这可是上好的桃花粉 我知道 那刘家阿秀看了 会不会喜欢我这个样子 喜欢 你长得这么白净 那刘家阿秀一定喜欢 公主 这儿的香粉再好 比得上育供嘛 就算你真的要买 让老板送好的去府里挑 就是了 何必跑这一趟 那我说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生了一张婆婆嘴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吗 好了 好了 大大们等着我吧 你扫落到雅兴 这位郎君 你需要什么呀 劳烦你帮我看看 这个香囊里面 有哪几种香料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也好 再看看这个 老爵啊 这里面都有什么香料呢 我已经弄明白了大半 那你想问些什么呢 这里面 有有毒的东西吗 没有 那 有没有让人产生依赖的东西呢 也没有 这样吧 我替你把找出来的香料名称用途 和性能都写下来 可惜啊 这香料在磨碎以后啊 应该被某种药水浸泡过 要不然的话 我可以完全弄明白 多谢 你是说公主丢了香囊 是 公主让我来请容郎君 再多准备几个 我明白了 去吧 还有别的事 奴告退 公主 容郎君把东西送来了 打开 打开 公主 容郎君请奴转告公主 香料的配方和制作方法 全在这方紧箔上 公主 容郎君她还说 说什么 她说 即使是天下最高明的条香师 也察觉不出 最后一位香是什么 公主若要补齐 还请亲自去见她 放肆 奴有罪 请公主饶恕 你没有罪 有罪的是戏耍我的人 容之 你到底想干什么 公主想要配方 容址就送上配方 公主怎么反而生气了呢 你到底什么目的 是在向我示威 告诉我你早看穿我了 还是向我显摆你很聪明 公主怎么把我想得那么坏 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为 我是在向你示好 是吗 当然 公主以前就让我配制 让人清新宁静的香料 用了这么久 公主都没有问我要过配方 都是容址配好送过去 假设公主现在真的需要配方 直接问我要就是了 何必舍尽求远 别装母作样了 我生气是你派人跟踪我 原来是因为这个 公主你误会了 公主向我讨要多余的香囊 我就知道你一定想要拿去研究 又何必跟踪呢 既然公主如今已经不再信任我了 我干脆亲手将香料配方奉上 免得公主捞身 好啊 那你告诉我 缺少的一味到底是什么 我想要问公主要一样东西 你是妖协 不 是请求 你想要什么 三天前 皇上送给公主的千年赤枝 阿错的伤势拖延了好几年 如今终于等到了一味关键的药材 希望公主成全 好 假如我不准呢 赤枝对公主可有可无 但对阿错来说 却是救命之物 若公主执意不肯 容之也无可奈何 不过 那我就无法得知 最后一味香料是什么 是吗 这是最后一味完整的香料 公主找个寻常的调香师 一问便知 我故意掠去那道香料 只是担心经过人手 配方会泄露 所以才特意留下那一味 亲手交给公主 公主我必须提醒你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香料的配方 否则你在皇上面前的优势 会荡然无存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 不过你要答应替我完成三件事 如何 公主 公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等我想到了 我自然会告诉你 先记下便是 是 又兰犯下那么大的错误 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过去了吗 那你说应当如何 掌杀 把她拖到最明显的地方 示意掌性 不要一棒打死 要慢慢来 让所有人都瞧见你 如此才能彰显公主的权威 可她是为了维护你才刻意隐瞒的 规矩就是规矩 人情就是人情 如果因为人情坏了规矩 那么世道就乱了 这件事我自有主张 等我显到三件事之后 会再来的 可以 消消 废 高兴点 都挺可惜的 是 酱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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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你怎麼都不看我跳舞啊 臭八怪 滾啊 全都是臭八怪 你們這群沒用的廢物 又惹得陛下不高興 全都滾出去 滾出去 快 陛下 奴才去換一幫美人來 讓他們陪你玩遊戲 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我要阿子 我要阿子 我要阿子入宮 我這就去宣 這就去宣 等等 阿子還在生病 怎麼能隨便亂走呢 算了 豬 豬呢 豬 豬 有有有有 那兩頭豬啊 正好養了標 該宰殺了 奴者就去準備 你還坐得住 我們倆腦袋上都懸著一把刀 隨時都有掉下來的可能 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忍耐 忍耐 只要是忍耐能解決的事情就好了 你看看 這什麼 搜水啊 給豬吃的 這劉子葉真把咱們當豬養了 十三弟現在還關在牛棚呢 這劉子葉他要是哪天不高興了 我們隨時都有可能成為別人的盤中餐 不行 我得自救 自救什麼呀 我們都已經被關在這兒了 我們怎麼自救啊 你就省省吧 那我們也不能坐著肝膽 爸 難道讓那把刀把我們千刀萬剐嗎 來人哪 來人哪 去 好 皇上有旨 宣襄東王劉裕 建安王劉修仁 建家 找我了 華公公啊 皇上急召我們 是有什麼急事嗎 這個呀 我來 奴就 不知道了 二位王爺 請吧 別囉嗦 參見陛下 參見陛下 豬王你又長肉了 這隻豬還沒有養肥 還沒到出籃的時候呢 豬王 你可越來越有意思了 是 是 看來二次說得沒錯啊 多留你幾天啊 更有意思 更好玩 是吧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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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子葉 你剛剛登機就 急著殺死自己的親兄弟 現在對你叔叔們百般侮辱 恨不得除字而後快 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你要像對待豬狗一樣的 對待我們 你不要忘了 ka 您是劉家的天下 不是你劉子葉一個人的 你這樣骨肉鴨 crowd 橫行道施 叫天下人不耻 是 你再说我一遍 十二弟 你不能和陛下这么说话呀 他把自己的亲叔叔囚禁在皇宫里边 百般殴打 羞主 天地间哪有像他这样的狂妄的君主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 你对我这么多不满啊 什么味道 陛下 您求 你真是吓尿了呀 你这个胆子 怎么又连出去说 你是我们刘家的子孙 五十三 忍不住了 陛下 陛下 我敢死 敢死 我敢死 敢死 我敢死 滚 滚 别弄杀我的地方 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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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滚 好了 等诸王解决完人生大事之后 你们俩就一起山口架吧 我倒是很想看看 皇叔你在烈火焚身的时候 能否像现在一样的硬气啊 公主 双双 宫里传来消息 皇上要杀香东王刘豫 和监安王留凶人 你快想办法救人 我进宫去 不行 我不能去 为什么 我救得了一次 但是我不能救一辈子呀 那就任由那股昏君 杀了他们吗 可隔着说过 如今东边各郡大汉 有的地方一生命 甚至卖几百钱 鹅瓢满地都是 士族心生不满 百姓怨声载道 是 阴下百姓的确需要新的君主 可也不是谁 都能当好皇上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这次 他们没有办法成功度过危机 就证明 他们没有能力推翻暴君 实施新政 可是 再等等看吧 陛下 向东王 向东王他 他掉进茅坑了 好 好 正在洗刷呢 陛下你看 小心 诸王 干什么呢你 干什么你疯了 是 陛下 我听人说啊 这诸王进宫什么都没带 唯独带了五十伞 你看他这个样子 就是五十伞 吃多了呀 他见我之前吃了药 他这是给自己壮胆哪 所以他是因为吃了药 才会忘乎所以然的 可不是吗 陛下都没看见 刚刚啊 在茅坑里面 铺腾得更欢 诸王 过来 有意思 来人 把他带回去洗药 是 洗干净啊 天师 你刚才为何要指点向东王 帮助他逃脱皇上的杀戮呢 这一切都是天道 我只是顺天而为 我不明白 很快就会明白的 你 公主 没事了 暂时没事了 皇上以为 向东王刘豫吃多了五十伞 行为癫狂可笑 饶了他一命 算得机灵 可逃得过这一次 又怎能逃得过下一次呢 这个皇上 常常能想出羞辱人的法子 我就怕他们熬不住啊 谷主命你 尽快朱砂暴君 以正朝纲 你放心 我已经有打算了 说来听听 既然宫内不行 那我们可以把魂君 骗出来啊 骗他出宫 等到了宫外 我们就借机动手 涌出后患 好 我立刻去安排 接下来 人生若如初相倦 向前不如多怀念 江南掩语際画ątная색 都在细雨绵绵 人生若能长相见 如何才能看不厌 去年只走一片天 却是不同的脸 好想再见你一遍 肃及我所有的依恋 在空中换一个圈 祈祷着爱能永恒不变 好想贴着你的脸 贪婪你的每个瞬间 别问透了多少脸 回首都是我的 泪液 别问透了多少脸 回首都是我的 泪呀 泪呀 Zither Harp